这个再做一次简单的练习 这个练习这里面的部分 请各位先建立一个 专案名称叫SQLite1 那里面的话呢我们需要也是一样 首先第一个 画面上面基本上 布局的话主要会有几个部分 请各位等一下在这个 建立完这个SQLite专案之后的话 在上面布局 第一个的话增加一个什么ADTest 那名称的话就叫ET01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再增加一个Button Button的话上面 Test的部分 上面的文字就是执行SQL 再来的话呢 里面名称的话B01好了 在底下再增加一个什么 再增加List 这个ListView ListView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不做任何的 相关的设定 那这大概就是放有三个元件 那这三个元件 我主要要做的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 去存取资料库就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我先把它调理好了 那 执行之后的话呢 会进到SQLite的这个App 那这个App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预测 就把那个SQL语法先放在上面 这个基本语法就是Insert in 2 哪一个Table 我的Table名称就叫Table01 然后呢在哪个栏位呢 会有一个Number跟Data 那Number跟Data里面的话预设我就给它数字 跟一个资料 那我就不改好了 只要按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 他会把我的资料呢 放入这两个栏位里面去 并且写入到这里 那两个栏位里面的话呢 因为我这个地方 有做一个排版 上面 是 所谓的Data 中间的话编号 下面又是Data 按下 第二个 第二笔资料 第三个 那上面的数字会累加 一直可以 练习就是怎么样 把资料Insert到我的 这个 这个 SQLite database 里面去 OK所以第1个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建议一个专案 然后呢 我的界面设计大概长这样子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城市如何做撰写 那撰写的流程基本上跟我们前面Halloword的那个罗题 大同小异 还有呢结合刚刚21 2100的题目里面那个SQLite的指数方式 那等一下跟各位做解说 这个画面先往你推一下 似乎 我 似乎 我